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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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你要是不出来我就不走了 陆迪 三更半夜的 敲什么敲 陆迪 陆迪 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 你快出来 陆迪 陆迪 来 先生 你干什么 我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谁啊 你怎么也来了 保安给我打电话了 那一起 你跟陆小姐是朋友 那该有她的电话吧 你应该打她电话嘛 那应该 陆总 陆小姐 是这样的 这位先生呢 被投诉 说扰名了 然后他说啊 他也住这儿 跟你们也是朋友 那这个 所以打电话 叫你们过来确诊一下 对对对 没错 是我朋友 他这两天正住我家里呢 原来如此啊 陆小姐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对对对 大家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 那你生根半叶 去敲独居女儿的门 这是构成骚扰了 我可以把你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啊 她是我妻子 是前妻 我们还没离婚呢 我可以随时跟你去明证据 陆琳 我过来就是为了找你 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漠 如果是离婚的话可以 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奉陪了 跟踪你的人 我已经查清楚了 就是黎曼的父亲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不用经历这些的 我向你道歉 我接受你的道歉 还有其他事吗 BOSS的游戏模式 是黎曼山的 我之前不是不信任你 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 经历下去只会对你不利 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我不信 你就是因为这些才离开的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什么新的生活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她是谁 是 我 是我 小师妹 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 是不是从此时此刻开始了 我就可以正式地从诗歌 转成为你的男朋友 是啊 陆琳 你不要跟我赌气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信不信由你 小师妹 前夫 前妻 现任男朋友 年轻人真会耍 原来你故事里那男主角就是姜亦诚啊 我说怪不得这两天她处处针对我 刚刚谢谢你帮我 这种事我还是很愿意帮忙的 而且我今天亲眼目睹了姜亦诚 被女生拒绝的样子 太刺激了 失算了 应该录下来 失算 失算 你们不是朋友吗 你不知道吧 我这个人向来就是 有异性没人性 而且你放心 这事从礼上 我也绝对占礼 只要她再敢欺负你 搁挺成腰 她没有欺负我 她只是不喜欢我而已 那你还喜欢她吗 知道了 那咱俩就给江亦诚演一出热恋的戏吗 我替你好好地折磨一下她 别看了 姜亦诚不在 别看了 姜亦诚不在 走了 来吧 来吧 你怎么也跟过来了 看警啊 作为甲方的老板 这也是我分内的事 别说 你找的地方还真挺不错的 走吧 这个锁道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打卡圣地 听说很多情侣一乘坐 就会天长地久 我不知道这儿有锁道 咱们换个地方吧 都来了干嘛不做的 我本来也想带小师妹来这儿约会的 多谢你安排 陆里恐高 你不知道吗 师妹 你恐高怎么没告诉我呀 不因为我喜欢高空项目就迁就我 知道吗 知道吗 反正跳水台我都跳过了 这不算什么 既然来了就坐吧 女朋友这么贴心 真叫人心疼 或许你爱的不是我 不是我 也许你只是要挣脱 要挣脱 嗯 嗯 挥不去某某种 也飞不出残忧 就这样 被困在纠结中 我不懂 我不懂温柔 我 努力学包容 谁说风雨后就有彩虹 或许你爱的不是我 不是我 也许你只是要挣脱 要挣脱 什么 你想要这个奖品啊 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去帮你拿 放心吧 现场的朋友还有没有想要参与的呢 抓紧时间上台来 如果你想要赢得这一份惊喜的话 好 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士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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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最后演时间了 好 来 最后演时间了 好 厉害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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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得我都有点感动啊 他对你这么好真的不动心啊 你会因为愧疚 对一个人好吗 应该会吧 那你会因为愧疚爱上一个人吗 大概率是不会 感动又不同于爱情 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 最后还是会分开的 是啊 我不希望他因为愧疚做这些事 我也不希望要这种补偿 我懂了 三 二 一 时间到 加油 恭喜我们身旁的这位男士 获得了胜利 加油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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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